站在大巨蛋的你跟今天的你不太一樣 不過大巨蛋的演出真的在網路上一片好評 而且很多網友都說 我剛站的時候看你是少女 現在網路又散高了 怎麼你還是少女 跟大家講講那天在大巨蛋演出的心情 其實就是很開心啊 因為第一次去大巨蛋演唱 然後其實因為沒有去過 所以也不知道當面的現場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就很開心 然後我覺得等於是在大巨蛋演唱的那個經驗解鎖的感覺 我看到一些好笑的留言是說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聽蘇慧倫唱歌的 類似這樣子的 我就覺得哇 那我真的不知道該高興就是說這個角色成功了 還是會想說那我也不知道怎麼唱歌 歡迎蘇慧倫 哇 好 我們動靈女生走進成這美女一體的畫框當中 有沒有一種感覺氣溫37度的遐想 現在冷氣還能強 對 沒有遐想到遐想的狀況 但是大家今天看到會有沒有一陣感受 就是說哇 站在大巨蛋的你跟今天的你不太一樣 不過大巨蛋的演出真的在網路上一片好評 而且很多的網友都說 我剛登的時候看你是瘦女 現在我都又升高了 怎麼你還是瘦女 跟大家講講那天在大巨蛋演出的心情 其實就是很開心啊 因為第一次去大巨蛋演唱了 然後其實因為沒有去過所以也不知道 當天的現場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就很開心 然後我覺得等於是在大巨蛋演唱的那個經驗解鎖的感覺 那些是時尚女人風嗎 沒有覺得我有一種就是想要去冒險的感覺 對 有沒有一種考古學家的感覺 有沒有一種考古 或者是有一種要探險 因為身上有很多的聲索 對 可能一段高空談 其實我今天就是來到那邊 然後我覺得比如說從我的那個打扮啊 或者是心情上面啊 其實我今天的整個主題就是旅行 像我們要出去旅行啊 我覺得我們隨身攜帶旅行箱那些 我覺得真的都很重要 然後對我來說的話 我就是希望能夠比如說輕巧耐用 很重要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輪子要很好拉 這個是肯定的 那時候有沒有那種經驗 拉著拉著輪子留在原地 你人已經走了 他還在那裡不動 然後第三個就是 就是希望要有個人的專屬獨特感 有一種輕巧 然後他不能讓變成是你的負擔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旅行箱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要帶由他四處去闖單開啟旅程 如果他很沉重就會變成你的包袱 對 不能負重前行 不能負重前行 對 不管不管我們面面俱到 就是要漂亮又輕巧要輪子好拉 對 就是當我打開那個行李箱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棒的是 因為他純粹是手工製作嘛 然後我覺得可以感受到很多的細節的那個精細的部分 然後就是特別可以感受到一種溫度跟用心 OK 而且是為你量身打造的禮物 到底是什麼呢 既然我們說到我們的行李箱是美如意品 所以哇 雖然畫空一般 Charles幫我們說說這是什麼 在秘密我們知道這些是貼紙對不對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喜歡在那個 行李箱上面貼很多的貼紙 所以 所以我們這次特別的包繪了 打造了他個人專屬的一吋的貼紙 太棒了 其實這一吋的貼紙花了我們很多的心思 我這個貼紙啊 貼在我的行李箱上面啊 我的行李箱可能會被通 對 哪有人把自己的名字開在行李箱上啊 對 這是作為人的我要 就拉瘋了 直接被偷走 下一個安和其實 安和就是我的歌名啊 我有一首歌叫安 其實 而且我覺得安和應該對於旅行者來說 還有一個寓意就是我們希望旅途上都可以聽聽看 再來 上面這個的話 大家有點苦思的強快 大家來找茬 再來思考一下 我覺得 這個 我覺得好像有人的眼神透露一點魔王的訊息 我現在有點害怕 我要退遠一點 我覺得我好像會有危險 被揭穿了 沒有沒有沒有 已經下戲了 下戲了 魔王 我的貼紙就是一個是忘憂草 對 忘憂草 一個是風車 一個是風車 所以我覺得 我沒有買的 很想要這樣回味一下那個感覺 想要拋家妻子嗎 對 可是我現在講到拋家妻子 我會覺得好害怕喔 怎麼都怎麼了 沒有 我不知道會不會大家就覺得 我好像一直很愛拋家妻子 其實沒有沒有 我現在都在家因為暑假都在陪小孩 所以就是出來上班之後 兒子有那種抱怨嗎 兒子不會抱怨啦 但是我覺得就是 一種當媽媽的心情就是覺得 兒子現在這個年紀 然後覺得能夠有多一點的時間陪他 然後就可以多陪他一些 因為我覺得小孩 尤其我不知道男生會不會 是不是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就會覺得說他獨立長大了 然後就不想要媽媽的陪伴 所以我就覺得我現在可以跟他這樣 還可以稍微這樣黏在一起 我覺得很真實 他最近有做得讓你覺得不開心嗎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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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經很有個性了 還蠻有個性的 這次那個惠仁姐 就是出來演戲大家都覺得你應該會把自己走 你有沒有聽到這樣 我沒有想到的 我真的沒有想到 應該就是說感謝劇組 然後感謝導演 然後對於我的信任 然後願意把這個角色交給我 然後那我在拍戲的那段時間 我覺得我也盡力的把自己叫出去 那就是播出之後 有沒有身邊的朋友跟你反過 又看到你的眼神會啪之類的 其實我會問我旁邊 比較對我比較 比如說工作人員啊 就是平常對我比較熟 我說那你們看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看到蘇慧倫的影子 這樣子 可是大家好像大家的反應都會覺得說沒有 他們真的看到這個角色 而且我聽到這個我就覺得很開心 我看到一些好笑的留言是說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聽蘇慧倫的唱歌 類似這樣子的 我就覺得 哇 我真的不知道該高興就是說這個角色成功了 還是會想說那我以後該怎麼唱歌